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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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以來我都蠻喜歡鋼鐵人這個角色的 那我也嘗試過印很多次 那都是以失敗做結尾的 那這次呢就直接來找鋼鐵人的頭 讓他的那個難度降低一點 來做列印 所以是這樣子做出來的 那一開始呢我把它做得太大了 我發現 不要花太多時間了 難易度更高 所以我讓它縮小一點 先從小物件來開始製作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那至於列印的話呢 我是沒有特別建議要怎麼擺放 我覺得呢 只要以你支撐好拆為主 像 你如果要擺這樣的話 它這邊可能會印得比較不漂亮 所以我都會讓它 以自己走 來修飾它這個外型 所以當這個地方呢 可能支撐還有底部 邊緣要打開 是用這個概念去做列印的 那這個部分呢 就得給大家去嘗試 那這個部分呢就得給大家去嘗試 所以要拆自身 那看起來呢 有些地方是不太好拆的 那我們就直接來嘗試看看囉 好 那由於拆自身的地方呢 看起來蠻多地方需要打磨的 那大致上呢 我會以白色的為打磨的優先 因為黑色的話 打磨的話它會變得比較漂亮 好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那因為很多零件呢 它是不太好去做黏合的動作 所以必須要分別的去黏合 所以工作時間會拉的比較長一點 那我就直接來做示範了 再用鏡子的來做劉子 刷好 照顧好 棘子 好 總算是完成鋼鐵人的頭盔了 那在連合的過程呢 花了滿長的時間 那這個頭盔呢 相當有趣 如果你把它放大一點呢 甚至可以拿來當真正的頭盔來戴的 好 那如果你對我的影片有喜歡的 歡迎用多種方式來支持我 那我們來看鋼鐵人頭盔吧 寶寶就像是寶寶 先將來吃大陣子 再用多種衣服 再加一磋子 擦角切斂 幅度十足 鋼鐵人頭盔 還有一個潔卡 將起一一四十四十五十五十塊 將於大陣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